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11月22號的 就是娛樂 我是吳怡沛 趕快來關心 今天有哪些娛樂的新聞 大家都知道 王力宏他長得很帥 而且他是一位 許力派的創作歌手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王力宏他竟然是個高材生 根據我們的消息 王力宏他今年11月份開始 已經擁有雙博士學位 你知道嗎 他擁有共貨班了威廉姆斯學院 以及伯克利音樂學院的榮譽博士 雖然說是榮譽博士 但是是雙博士很厲害 你說現在有雙碩士已經夠了不起 而且現在又有雙博士 王力宏長得帥 又會唱歌 又會寫歌 又會創作 現在還有雙博士 我想王力宏下一條路應該 除了選總統 應該也沒別條路了吧 幸好男人王力宏 18號出席手錶品牌活動 擁有歌手 製作人 演員 電影導演 等多重身份的他 近期更拿到雙博士學位 堪稱人生勝利足 沒想到王力宏竟然自嘲自己是 幸好阿伯 未來就應該是 幸好男 阿伯啊 為什麼 於十月二度當爸的王力宏 被問及小孩的教育方式 他也說自己還在學習 至於會不會考慮再生下一胎 王力宏則說要問過老婆大人啦 我也沒有當過爸爸 這個也是第一次 那小孩子還小呢 才剛開始學習 那我們大家就是 就是盡我們的所能 努力還有好好的愛他們 我希望可以多多跟孩子們喝了一下 我希望他們也可以跟我一起 Travel 一起旅行 那還會想再想嗎 這個就要問一下我的老婆了 對 所以目前要記錄嗎 下一次 下一次你們看到他可以問他 王力宏竟齊為張藝某導演 芯片量身打造片尾曲 中國風歌曲融入在整部電影中 完全氣勢磅礡啊 那這次的片尾曲 我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高興 第一次跟方文山大師合作 還有跟韓維維 我非常欣賞的一位女唱將 一起合作的這首歌 希望大家喜歡 就是娛樂 台北採訪報導 我說王力宏實在太謙虛了 他長這個樣子 說自己叫心好阿伯 那我們在現場的這些男生怎麼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都是心好男人啦 沒有人要叫心好阿伯好嗎 OK 再來看看兩位美女 夏如枝以及 陳雨喬他們兩個今天出席了 美腿褲的記者會 要分享他們平常是如何保養美腿的 雖然現在是冬天 但是保養美腿還是很重要 現在冬天保養 夏天就可以拿出來用 而且你知道陳雨喬 他不只保養美腿 最近他出了寫真集 那胸部真的是有夠辣的 下面有夏如枝 宇陳雨喬竟然化身夜店女王 悄悄兩位的性感身材 完全犯規啊 沒有 沒緊張 沒有收場美腿的夏如枝 宇陳雨喬到底是如何保養的呢 正是讓人嫉妒又羨慕 我每天都會泡那個熱水腳 然後就是泡的同時也會按下腿 然後抬腳 可以讓腿部可以做一些舒服的功效 我自己的話是因為我還蠻喜歡健身 所以呢我會特別強調我自己的 就是下半身的一些重選 然後可是我覺得女生 其實要做的就是剛好的重量 因為太重的話 其實有時候肌肉太明顯 其實也不是那麼好看 但是保持這個線條是很重要的 朋友甜美外型加上火辣身材的 陳雨喬一觀眾要求 在11月推出寫真集 書中尺度大開 不但大秀美腿 甚至連性感美背也一覽無一 讓人看了好害羞 這次寫真算是蠻大的突破 我就是第一次叫性感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還蠻開心 因為是第一次做自己的造型 我希望這本寫真不是只有男生喜歡 就是女生看了也會喜歡 就是不是那種太讓你會有太多遐想 但是是美得剛剛好的 而下午至近期也登上 中國時尚雜誌封面 完全是女神啊 我們公司真的很棒 然後讓我有機會可以登上大陸的 麻將雜誌 所以而且是封面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覺得很榮幸 但是也覺得自己好像更往前踏了一步 然後我會更努力 其實 就是樂 來給採訪報告 如果說兩位很不熟的巨星 必須要同台的話 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其實接下來這則新聞 應該就是恭維到不行的一個版本了 應該就是最佳樣本 來看到的是張志玲 還有劉濤這兩位巨星 因為他們平常私下沒有交情 而且也是沒有合作過 所以他們兩個一起出席活動的時候 哇 你客套來我客套去 可以說是把華人的客套公圍 已經是發展到了最高極限了 劉濤和張志玲17號 共同為時尚品牌站台 雖然他們之前並沒有合作過什麼作品 但是久仰對方大名的兩人 一見片就狂讚美 對方聽得小編都害羞了 對 我看過他很多真人秀啊 我自己本身非常欣賞他 是一個十足好男人呀 對他印象非常地好 性格又很好 希望有機會合作 長得又很帥 喂 跨成這樣 要不要自己去旁邊 加個好友約吃飯啊 不過兩人早就各自成家立業 只能點播一首相見恨晚啦 哥哥的家裡也有老婆 對不起 我播錯了重來 你說是我們相見恨晚 張志玲最近也多了一個新工作 是在真人秀裡擔任導師 但是他也自爆因為放太多感情了啦 覺得自己好像不太適合當老師 感覺太糟糕了 我現在已經很肯定的說 我不是一個做老師的材料 我自己本身沒有去學過 一個表演的學校 然後現在能夠跟他們分享的 只是一些經驗 不是什麼理論 所以我用最愚蠢的那種方法 就是把自己整個人都跳進 他們的那個圈子 跟他們一起開心 一起受苦 所以 每一件事情都非常走心 很辛苦 就是娛樂 北京採訪報導 好 我們今天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 其實就是要小朋友很健康啦 因為今天要介紹的食物 我們從昨天 紅蘿蔔打頭陣之後 其實讓電視機前的 爸爸媽媽都說 真的有這樣的方法 我們可以把紅蘿蔔給藏起來 今天第二彈我們要推出的 也是小朋友非常害怕的料理 而且我剛剛在私底下 已經問過營養師 他說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 是比紅蘿蔔還要可怕 但是小朋友最不敢吃 排名第二名的就是甜椒 到底我們救助娛樂 為什麼要這麼變態 為你們製作人 對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 我們的營養師 那個婉萍 我們的甜椒 真的是小朋友懼怕的第二名嗎 其實真的 因為我暑假 因為我們在世大做這個研究 就是我們暑假做了一個實習計畫 真的其實第一名 我們下次有機會 就是再來分享 第二名就是青椒甜椒 為什麼不喜歡 就是因為它有一種澀澀的味道 然後有一種深味 有些人會覺得椒有一種深味 然後有人會覺得椒有一種辣味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他討厭的 但是青椒有辣味 甜椒沒辣味 但是它就是有一種怪味 對 它就是有怪味 對 因為我們是直性的 所以我們就問說是什麼味道 他們有人就是寫就是怪味 說不出來的怪味 對 還有一種很妙 就是有人對於它裡頭的膜有沒有 有人不喜歡那一層膜 我就不喜歡那一層膜 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他對口感上的膜是不喜歡的 我後來就問我 就是語言治療師的朋友 他就說其實 他可能在他的口腔發展過程之前 三歲之前 他可能就太少接觸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會造成他對於這個食物的 敏感性太強 所以他不喜歡這種質地這樣子 但是我們待會兒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介紹 小朋友不喜歡的甜椒 因為甜椒的營養成分其實很高 如果你可以說服 你家小朋友吃甜椒的話 他可能就會頭好壯壯 而且不容易生病 今天我們要來PK做兩個 一個人做一道料理的 其實這兩位也滿奇妙 要先問問他們不喜歡甜椒 因為這兩位 其實現在都沒有結婚 也還沒有小朋友 但是他們對料理研究都很有依靠 一個是人青 對 妳是人青 但還沒有小朋友 對 一貞 但是一貞很厲害 他有中式廚師的證照是不是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是餐飲館離開 然後我也有中餐執照 但我其實最厲害的是做甜點 那妳今天來PK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不是甜點 我們是甜椒 但是我其實自己 還滿喜歡甜椒這個食物 所以我希望今天 可以說服小朋友 讓他們可以重新 就是認識甜椒這個東西 所以她是喜歡的 妳自己喜歡嗎 我是喜歡的 但我現在有點不喜歡妳了 你知道 我們兩個是Facebook上的好朋友 然後我們幾次錄影都遇到 然後他今天一來 他就說 師妹感覺妳很會做菜 然後看妳那個弄漢堡的 那個手勢什麼的 我就沒有 我剛剛那一個 三秒鐘前 我才知道他有什麼執照 什麼什麼的 對 我跟他PK 可是我跟你講 有執照 當然是滿加分的 但是其實 在螢光幕前煮菜是非常緊張 沒有 可是因為我覺得 今天度師妹不要妄自菲薄 雖然一針她是有證照 可是妳有開餐廳 但其實不瞞大家講 我雖然開了餐廳 但我負責的是外場的服務 那妳今天來幹嘛 我今天打漢堡的姿勢 是很專業的 真的 我其實基本上 我自己在料理方面 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喜歡 只能說喜歡 對 然後騙小孩又是我的專長 所以我想說 妳很會吃啦 很會弄吃的 我想說來報名一下 但我覺得甜椒本身 它的名字就出問題了好不好 怎麼說 甜椒就是應該有個甜味 妳幹嘛這樣騙小朋友呢 對 它就是苦味跟怪味 可是沒有啊 對啊 好 但是今天兩位來PK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這兩道料理都很厲害 而且我剛剛在私底下 已經有偷吃的那個食材 我覺得太好吃了 對 來 今天小曼要推出的是什麼料理 我要做香烤五彩漢堡牌 這個就是把 就是有沒有 把甜椒這兩個字整個拿掉 對… 先藏起來再說 是 但是今天一針就有點危險 一針要做出什麼料理呢 我要單刀直入 茄汁甜椒香肉 茄汁甜椒香肉 而且那個甜椒就這樣 赤裸裸的放在外面 活生生的 但是我會想辦法說服小朋友 看來未來要不要生小孩 就看今天成不成功了 了解 好好賭注喔 那個怎麼敢贏啊 就哪賭注這麼大 這樣都市美好難 好難下手對不對 這樣好了啦 你不管怎麼樣你都生 然後你今天出的話 就算我的好不好 就我帶回家養 OK… 這兩道料理呢 其實都是大人們蠻愛 但是要怎麼說服小朋友喜歡 我們廣告之後要做給大家看 好 我們就是娛樂就是大方送 每天都要送大家好康的 今天又要送出電影票 大家注意一下 昨天那個鋼鐵 鋼鐵系列的 鋼鐵誰啊 鋼鐵英雄 鋼鐵英雄 很多人都說索取不到票 今天大家要搶票就要快了 我們今天要送大家的是 沖天火 我們是沖天炮喔 是沖天火 沖天火的電影兌換券 裡面有誰演的呢 有包括吳彥祖 還有張孝全 還有郭彩杰主演的 所以卡斯很堅強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鎖票的話 請到我們的E-News 就是娛樂的粉絲專頁 只要你按讚留言 還有tag你的好友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 請趕快上去粉絲頁留言喔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今天就是健康 就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最近天氣多變化 而且從今天開始 氣溫又骤降10度 一下子冷一下子熱 其實最容易感冒 要提醒大家 其實今年真正的冬天 好像還沒到 但是流感的死亡病例 已經飆到12位死亡病例了 接下來我們到底要怎麼保養身體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醫療新聞 一大早醫院後診區急滿病患 他們都是出現流感相關症狀 趕緊來就醫 過去三週以來呢 因為流感併發重症的比例 個案數呢也是持續的上升 那現在大概每一週 都將近有20例的重症的情形 最近天氣變化大 流感疫情逐漸增溫 流感症症患者上週增加了30例 117起案例中有9成是50歲以上 上週也增加了兩起流感死亡案例 實則為一名81歲女子 另外一名57歲男子沒有施打疫苗 都是感染A型流感 而且目前已經有12位民眾 因為流感死亡 其中92%沒有施打疫苗 現在流感基本上還是以A為主 那目前施打的疫苗 是三價的疫苗 基本上呢都可以都有效 因為天氣熱的 冷的或熱的呢變化比較大 所以這幾週呢 類流感的門診人數也越來越多了 氣象局長期預報中心更預測到 12月出現偏冷訊號 流感疫情恐怕會再增高 提醒民眾一定要做好保暖 記者線文响 萬清華台北報導 我們真的不是要嚇大家 因為醫生說流感疫情 可能會再增高 因為本人我就已經感染了流感 然後我已經好了 所以我感染的就是 現在最可怕的這個A型流感 但是我感染A型流感 醫生也提醒我 不要以為你感染完A型流感之後 你就不會感染到別型 所以還是要注意健康 但是我們常常就說 為了預防感染 感冒 其實身體健康很重要 免疫力增強很重要 要補充一些維生素 到底維生素要怎麼補充 各個維生素又包含什麼 其實維生素 ACD都是一個預防感冒很重要 我們今天在講青椒 剛才開頭不是說 為什麼要講青椒 甜椒 其實重點就是 因為我們桌面上的甜椒 它是維他命C含量 非常豐富的蔬菜 而且它比水果 我們常聽到的水果有沒有 柳丁橘子都是維他命C高的 對不對 它比它們在同樣100公克之下的量 還多到2到3倍這樣子 有多到2到3倍 對 所以它非常的增強免疫力 我是有聽過說 蘋果的維生素C很高 等一下 蘋果的維生素非常非常的少 蘋果是很少的 好 再想一個 奇異果應該很高了吧 奇異果算高 但是還是沒有我們今天的主題來得高 柑橘類應該都是算偏高吧 算是高 但是青椒 甜椒還是比它高 厲害吧 那我們就多吃2 3顆柑橘就好啦 那基本上要生吃吧 生吃它維生素C能夠保養 生吃當然就是它的吸收率會最好 可是主食相對就是 其實它不會少到很少 它再怎麼少 還是比蘋果多 哇 原來蘋果那麼低喔 那不是 And apple day keeps the duck away 對啊 它有別的好處 對啊 Apple啊 大家都要吃Apple啊 我覺得應該是醫生轉行種蘋果 然後他也才留心這一心 所以就是要說服大家說吃這個甜椒 不是沒有道理是不是 對 而且其實大家就是 最熟悉的就是維他命C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成分叫做茶多芬 對 雖然它跟茶沒有關係 但是它的叫做茶多芬 那這個茶多芬呢 其實當它在青椒裡頭的含量 尤其是就比較深的時候 它含量越高 你放越久 它的相對含量越少 它的好處是幹嘛 就是說我們都會希望有時候給寶寶 不是會給它一些益生菌啊對不對 希望增強它的免疫力 讓它腸道變好 其實茶多芬就可以讓你寶寶的腸道 自然就變好 所以不用再去多額外補充什麼益生菌 因為當你腸道變好的時候 你自然你的免疫力就會好 那不是只有跟便便有關 現在你的腸道的益生菌 其實還是同時會跟你身體 自己的免疫力會有相關 對 那營養師 我是想要問是說 甜椒我們有紅椒 有黃椒 那跟青椒是屬於同一類的嗎 對 然後但是呢 他們的差異就是說 青椒的維生素C含量是最高的 好酸 那我最討厭青椒 對 那這兩個就差不多 差不多了 我的口味就跟小朋友其實差不多了 所以今天你們兩個 如果煮出的料理可以說服我 應該可以說服我們待會兒 評審 我們評審不是我們 不是我跟營養師 是我們有三位小小可愛的小朋友 要來幫我們當評審 所以如果真的吃得出甜椒的苦味 辣味 或者是不喜歡的怪怪味 他們是會很無情的就說 會很直接這樣 因為昨天就是有人煮完之後 然後小朋友一吃說我不喜歡 那人當場要哭出來 所以是騙不過小朋友的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小曼先第一棒上場 好的 因為你的這個漢堡牌 小朋友很喜歡炸雞薯條漢堡之類 或是披薩之類的 OK 希望小朋友敬請期待 小曼姐姐會花一點點的小小絲 而且重點是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學起來 因為待會兒杜師梅教大家 這個漢堡牌 你在家只是要敲敲打打 捏一捏 中心拌一拌 就可以完成 小朋友一定會很喜歡吃 廣告之後來吃漢堡牌 我第一次看到要煮菜的來賓 有這麼緊張的耶 超緊張的 等一下你是不是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今天要煮什麼了 就是那個什麼之類的 就是五彩漢堡牌 今天我們要選用小朋友 討厭蔬菜的第二名 也就是甜椒要來做漢堡牌 你到底為什麼那麼緊張呢 我們沒有限時 因為我剛剛備料的時候 我就根本忘記了 當然因為現場你不能用火 所以你知道這個要切丁 你知道嗎 然後又不能切太少 好 你一邊切丁的時候 我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這個漢堡牌 用了什麼一些材料 包括了在家裡只要準備 牛角肉200克 豬角肉100克 就把牛角肉跟豬角肉 Mix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雞蛋準備兩顆 紅黃椒各一個 洋蔥一顆 鹽跟黑胡椒 然後麵粉跟橄欖油 都一點點就好 牛番茄的三顆 生菜一包 那在小曼切的同時 我想要問一下 那個營養師婉萍 他今天準備的食材 都很適合小朋友嗎 各有什麼營養成分 對 今天的食材 都非常的豐盛 而且其實我覺得 最好就是一般漢堡牌 大家想到就是都是肉 可是他今天的漢堡牌的特色 就是加了非常多的蔬菜在裡頭 因為像洋蔥 甜椒 牛番茄 生菜 這些都是非常多的青菜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擔心 小孩子吃了太多的絞肉 他的飽和脂肪太高 有人就會問 營養師 小孩子吃飽和脂肪高 有什麼關係 對啊 因為他們在發育 對 其實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現在很明確的知道 就是說小孩子就是動脈心血管 這個動脈周狀硬化這件事情 不是只有大人的專利 小孩子從小血管就會在慢慢硬化的 小朋友血管不是最活蹦亂跳的嗎 是 本來是 但是因為現在其實飲食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我們吃太多飽和脂肪了 所以會造成就是 我們孩子的心血管疾病 也都在有些十幾歲 就有心血管疾病的問題 我以為觀眾朋友轉到這裡 不要以為轉錯台 我真的是要介紹小朋友吃的食物 但是心血管疾病 可能你從小吃的食物 如果沒有掌握正確 吃得不健康 可能就是以後的隱形殺手 所以變成說從小就應該要建立一個 比較健康的飲食習慣 對 食物的挑選 那如果小朋友一直很常吃肉 都不吃蔬菜 會不會便祕 一定會的 絕對會的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的食材 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小孩有沒有絕對一定要 低油 低鹽 低糖 但是只是說 我們一樣都是吃肉排 大人的話我們就會建議就是說 你旁邊的生菜沙拉多一點 小孩子我們會建議肉裡頭 加一些更多的蔬菜 為什麼他們比較沒有特別要很多的生菜 因為其實比較小的小孩子 他們有時候消化到的能力 還沒有那麼好 生菜如果你沒有洗乾淨 可能會有一些蟲的問題 會比較小心一點這樣子 還是煮熟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說你自己買回來的話 你其實就是把它用水沖乾淨 或像我有時候就會用熱水 滾了一下有沒有 快速的把青菜給撈起來 稍微過一點穿燙的感覺 對 你是水滾了 你就立刻把菜丟進去 是關火 然後把它撈起來 其實也是可以殺菌的這樣子 但是因為你知道我們 通常看到漢堡排 媽媽在做漢堡排的時候 漢堡排你們會加蛋 然後會加洋蔥都很正常 但杜師們要挑戰 把甜椒加進去 我是不曉得說甜椒跟漢堡排 到底味道合不合 其實如果家裡面 媽媽會擔心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在 那乾脆不要加好了 不是 我真的覺得 加進去其實是好吃的 我們剛剛這一道就先做兩種口味 妳是小朋友 我的小孩 我就配個甜椒 妳還是在為小朋友把關 是 我跟你講其實甜椒 我覺得小朋友會怕是因為生 但是我覺得他只要經過烹調之後 其實他沒有那麼嚴重的生味 其實沒有那麼害怕 好 你把甜椒 紅椒跟黃椒切丁之後 那接下來呢 其實基本上在家裡的話 的份量其實可以再多一點 只是因為我們現場 他沒有辦法開火 所以我大致上跟大家講 我的步驟 可是那個份量的話 就可以照食譜的份量就好了 好的 然後切末 切末之後呢 其實我會放 我的漢堡排 我通常都會放牛肉跟豬肉 對 因為我覺得牛肉比較香 然後但是豬肉的油脂比較豐富 所以通常我會牛2比 然後豬肉1這樣子 2比1的份量 2比1 所以小朋友如果牛肉跟豬肉 混在一起吃 對他們來講是好的嗎 就是大家其實這就是半斤的肉 如果說我們自己在家裡這個用完 就大概它其實分10 大概是5 8塊 7塊到10塊 其實對孩子來講 就是這一餐的蛋白質量 是很OK的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肉 牛肉跟豬肉就扮演著蛋白質 然後裡面還有油脂的成分 對 OK 然後接下來呢 把洋蔥加進去 對 因為我個人就是 覺得還是要有一個洋蔥的香味 洋蔥不只是香味 對 師妹這個放的最主要就是 我們剛才在講免疫力對不對 洋蔥其實就是天然的抗主織胺 你知道我們不是流鼻涕嗎 我們就會吃那個抗主織胺嗎 洋蔥本身它就具有 就是讓你血管比較通暢的一個功能 所以就是像孩子 就是說你讓他吃生洋蔥 或煮熟的洋蔥都很好這樣子 而且洋蔥 對 那就多加一點 好 把它都加一起之後呢 打一個蛋 然後一點鹽 加一點點鹽吧 適量就好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不用吃太鹹 然後本身吃 但是會不會太少啊 會 要吃再一點點 OK 然後就是因為 其實我上面會有Sauce 但是我的Sauce也不是偏鹹 可是我建議不要吃太鹹 對 真的不要吃太鹹 所以淡堡裡面我就不會放太多 然後我會加一點麵粉 麵粉是做什麼樣 還是要有黏著的功效 但也不會多 因為其實一點點就夠了 對 其實剛剛杜思梅 在把漢堡牌做的過程當中 其實跟媽媽以前在家裡 做漢堡牌的步驟是一樣 只是它裡面多放了甜椒而已 甜椒的話掌握的步驟就是 把它切小丁 然後貨在裡面 小朋友就比較感覺不出來 但我們都說了不算了 我們說了都不算了 等一下就是三位小朋友 吃不吃得出來 能不能夠逃過他們的髮嘴 對 待會兒我們就會揭曉了 所以我們的評審 還沒有到現場就對了 他們人在外面stand by 他們在監控整個畫面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做 他們也不曉得就對了 有 他們在監控畫面 還是有監控嗎 有監控 他們在外面有看Monitor的監控 好 所以全部都mix在一起之後 就把它攪一攪 對 然後攪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小平台可以 分享給大家 譬如說 基本上我自己 因為漢堡牌 好像可以不用這麼講究 但是其實像在包水餃 或是要做這一類絞肉 或者是 對 就是要在貨他們的時候 這是外婆傳下來的 外婆傳給媽媽 媽媽傳給我 就是最好是同一個方向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你不要去破壞那個 應該是 組織是不是 對 應該是破壞組織的問題 對 尤其包水餃特別明顯 你如果亂攪亂打 你那個水分 你包起來水分就不夠juicy 可是你 對 你算同一個方向的話 就完全差很多 因為我自己 你知道我們就是死小孩 媽媽怎麼講就不聽 對 因為我以前 我媽媽在包水餃 或是弄漢堡牌的時候 他叫我同一個方向 我都以為只是他告訴我說 不要在那邊亂搗亂 原來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OK 好 把它Mix之後 Mix之後 好的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準備 然後今天因為 這個是節目上面 節目上面因為不能夠用煎鍋 但我覺得在家裡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大家就是可以 直接用煎鍋就好了 比較香 然後會比較快也比較香 我們今天用烤箱來代替 然後你可以用一個烤盤 或者是如果你在家裡 用煎鍋的話 我們直接來塑形 然後我直接坐在這個 沾板上面好了 好 OK 你很緊張對不對 我很緊張 因為Live的節目 然後就說加快速度 然後通常這個時候 我會在塑形的時候 我會先把手稍微擦一下 就是 然後沾一點 這個是橄欖油 橄欖油 對 沾一點點油 它才不會黏在手上 然後把肉 比如說我今天會做小熊的形狀 我就先做它的臉 然後拿起來之後 你要的分量 你確定在它上面寫 加快速度的同時 你要做小熊的形狀 OK 我跟妳講超簡單的 真的喔 好 然後拿起來這也是重點 就是要摔一下 要甩那個肉 因為你把裡面的空氣弄出來 你的漢堡排才會紮實 這感覺很厲害 我剛剛經過的時候 剛剛就是這個姿勢 這個姿勢很厲害 對 然後你鋪在你的 比如說你要烤盤的話 你烤盤上面先抹點油 可以嗎 可以的 鋪上去 然後把它壓扁 然後我基本上 我大概會留個1公分的厚度 對 因為吃起來比較還是會有口感 然後好了 再來一點 再來涼一點 好 為什麼要涼一點呢 這涼點要幹嘛 耳朵 耳朵 喔 四美姐姐就是靠這種小Payball 才深得小孩心的 對 好的 小朋友在外面監看螢幕 現在感覺有種食指大動的感覺 因為小朋友很喜歡做出造型的感覺 對 小朋友就是這樣子就很好 你確定你這不是米奇的耳朵 我這不是 基本上是米奇的雛形這樣子 OK 反正媽媽們 所以我一直誤會了 我一直以為它是米奇 對啊 有沒有 感覺這邊再加一個鼻子 就是米奇的側臉 其實電視機前面的媽媽們 就畫點小巧思其實很簡單的 這樣就可以誘導到小朋友 其實師妹說的這個是真的 因為我們在做小朋友的研究 小朋友真的很妙 就是他們視覺可以改變 他們願不願意吃的一個態度 真的 對 然後好 當你肉排弄好之後 像我在這邊的話 我就直接把它先放進烤箱去烤了 然後再烤的同時 我就來做我的醬汁了 醬汁 還有醬汁 醬汁 當然要醬汁 你可不可以就放過我們醬汁 你又拿這個出來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說一整顆 就是你一半你可以切末 然後放到肉裡面 另外一半把它留下來 然後幹嘛 先汆燙 因為其實如果要講究香氣的話 你可以用烤的 你可以抹點橄欖油烤 然後可是小朋友 我覺得把它吃那個菜的生味 汆燙掉 它比較能接受 然後就要來打醬汁了 你是說你要做一個 甜椒醬汁嗎 對 甜椒醬汁 Oh my God 我們好變態 這個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正面迎擊的 對 好 然後 把甜椒丟進去 汆燙後的甜椒丟進去之後 你今天準備了堅果 然後再加一點堅果 因為我覺得這個營養價值非常高 然後又有一個香氣 小孩子必須脂肪酸 然後堅果也可以先烤過 因為烤過之後香氣才會出來 香香的 對 OK 然後加一點點水 加一點水 一點點就好了 天啊 我們真的很變態 可是有助於它可以 想說甜椒漢堡排已經夠 又來個什麼甜椒米 全餐 甜椒全餐 可是我跟你講 你等一下試試看 完全 我來聞聞看那個味道 先幫小朋友把關一下 很香的啦 好 OK嗎 你聞不到 我覺得你會敗在這個耶 我覺得你聞不到甜椒的味道 我老實說 我老實說你會被這個打敗 我不是引出了焦味道 我就是要挑戰這個 好恐怖喔 然後 很明顯的焦味嗎 然後這個是基本的 基本Sauce的底 然後加這個美乃滋 雖然我知道它的營養價值 以及它的各方面 其實我覺得你會 討論這個美乃滋 其實我對孩子 我不會這麼嚴格 因為其實它基本上 那你為什麼都對我們那麼嚴格 因為我們是大人 他們是新生 好感動 而且你知道小孩子 因為隨便他們都在走來走去 他不會像我們一直都坐著 所以他們的活動量需要很多 如果說你有適量的一些 美味的口感 可以讓他增加 他願意接受食物 其實是能接受的 那美乃滋最大的缺點 它只是就是油很多而已 油脂太高 對 因為它其實基本上都是植物油 加上蛋 然後加一點檸檬汁 或醋去打出來的 所以它比例上幾乎都是油這樣子 所以小朋友其實可以吃適量美乃滋 對 沒有問題的 如果這個東西 它可以讓它增加它的味道 而且因為美乃滋它的滑潤度 有時候會有很多的蔬菜 有點甜甜的感覺 對 然後因為有些蔬菜會有澀澀 口感會粗糙 加了美乃滋 就是甜甜的又好吃 接受度就會高了 OK 你現在要幹嘛 我現在要 因為我剛剛本來要示範 就是那個醬汁 這麼貼心 我們已經烤好一個漢堡台了 而且沒有盤子可以直接拿 嚇死我了 OK OK 好 那我剛剛再補充一下 我剛剛醬汁打完之後的步驟是什麼 步驟 我已經緊張到這樣 就是你拿這個醬 然後加上美乃滋 跟美乃滋和在一起 和在一起 這個是美乃滋的吧 這個是我加完的了 加完的 加完美乃滋 然後你可以慢慢的加美乃滋 然後在家裡面 如果媽媽不想讓小朋友吃 太過多的美乃滋的話 你就把它調成 就是比這個糊狀 再濃稠一點點 然後你可以淋上去 可是我今天因為要比較花俏 因為參加嘛 就是要 不是自在比 對 不是只是參加而已 就一定要贏 好 然後所以我今天又把它調得更稠一點 更像這樣子了 對 然後我現在就 把它剪開 只要擠上去就好了 對 其實就這麼簡單 對 好 這個現在杜絲梅現在拿的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調的泥 然後加了一點美乃滋 豁出來就是這樣 所以就把它裝飾在 我們剛剛弄的小熊上面 就會讓小朋友看起來 覺得很可愛這樣子 其實這小朋友也可以自己來做 增加他們的喜好心 沒錯 好可愛喔 真的 這個可愛 這個我喜歡 好 OK 好的 我們成品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剛剛杜絲梅完成的 漢堡牌 接下來是一針 我覺得這個考驗有點大 就是要把整個青椒跟甜椒 放在外面 裡面要香肉 到底能不能戰勝杜絲梅呢 廣告之後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的 一針今天要以 茄汁甜椒香肉要來迎戰 這道料理的名稱 雖然聽起來對大人還滿有吸引力 但是小朋友會喜歡嗎 其實我剛剛就想要就是 營養師說的 其實小朋友要從小就建立一個 健康的飲食習慣 那不管他今天喜不喜歡 可是我希望他們可以看到 甜椒的圓形 然後愛上他 真的 其實他是海綿寶寶 最喜歡吃的東西 不行 一針姐姐妳太嚴苛了 對啊 誰住在神海的大鳳梨梨 海綿寶寶 這招沒有 黃黃黃圓圓 海綿寶寶 OKOK 好啦 那我們直接進入狀況 那我覺得其實絞肉的部分 牛肉豬肉是看你喜歡的程度去 去調配 那你可以盡量選那種 脂肪比較低的 就是你去買絞肉的時候 你就跟他說我要脂肪比較低的肉 那如果說你要增加它的黏稠性 有一個不加粉的方式 但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你可以就是把肉很合 然後用菜刀剁一剁 增加它的黏性 那相對的你的粉類 就可以放得比較少 了解 所以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食材 有牛絞肉跟豬絞肉 你今天是選擇各一半一半 那當然你也可以按照 你自己喜歡的比例去調整 沒有問題 甜椒今天準備是兩個 玉米罐頭一罐 海苔一包 然後調味料包括了 有醬油一大匙 砂糖二分之一小匙 薑泥二分之一小匙 太白粉一小匙 白胡椒粉少許跟綜合香料粉 以及麵包粉 然後接下來 茄汁的醬料 你待會再介紹 對 好 我們剛剛已經把牛絞肉 跟豬絞肉混在一起 對 因為我要絞了 然後我也加了一些適當的鹽 跟 好的 香料 那這個呢 就是薑汁 我剛剛抹好的薑汁 去心 對 增加你一粒 沒錯 而且小朋友其實 基本上他們也不是很喜歡 真的 薑這個材料 所以把它隱藏在裡面 對 我以為你會加蒜頭 不行 蒜頭有時候用不好 連我都不愛 真的啊 對 那我今天其實有 有再多加一個牛奶 就我把它取代水 讓它可以增加一些 保濕一些 對 而且小朋友喜歡奶味 對 所以就讓它這些東西可以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醬油 少許的醬油 然後麵包粉我覺得就是 著亮 看你的那個肉的濕度 然後你去攪拌它 對 那如果這個步驟 我加上前面如果有多過的話 它的黏性 它的那個融合度會更好 就黏稠度會更好 對 沒錯 你看一生在揉肉的感覺 感覺真的是有 中式廚師執照的樣子 因為我非常愛它 真的嗎 其實我覺得料理就是 像我跟師妹都是 算是對料理有興趣的人 然後所以 就會對料理有熱情的話 做起來感覺也會比較不一樣 了解 對 所以剛剛加了麵包粉 是要為了增加它的黏著性 但是我覺得你今天雖然 那個 這個彩膠 是放在最外面 看起來有點恐怖 但你裡面中間加了玉米 對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玉米是 幾乎10個小朋友 10個都喜歡的 真的 10個有12個都喜歡 對 然後我覺得把它加在肉裡面的話 一方面可以增加一些膳食纖維 然後跟澱粉 了解 對 然後這個的話 你就是看你的喜好 你喜歡的話 你就可以加 對 那我們就全部加 好的 儀佩 你是小孩子耶 我發現要克服的是你耶 搞不好小朋友還比你好 比你好說服 真的嗎 我是很難搞的死小孩 可是其實真的啦 我們一般在堆小孩子的飲食裡頭 我們都會鼓勵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食物就是 重點就是爸爸媽媽先不要挑食 真的 因為爸爸媽媽挑食以後 就會變成他們根本不買這個東西回去吃 真的 也不會想要做這個料理 對 因為有時候父母會 依自己的喜好去弄 然後久了 其實小朋友的習慣會 會跟你一樣 好的 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直接進入狀況 那其實什麼樣的顏色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那我們就把它香甜進去 這麼簡單 對 就把肉放到那個甜椒裡面去 對 那因為我這一個方法 我這次是用蒸的 它是一個完全養生的概念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 增加它的香味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用煎的 好大的挑戰 真的很大的挑戰 不成功 這個顏色很美 還是選這種顏色 而且我覺得這一道可以變那個耶 可以變瘦身料理 這個是瘦身料理 對啊 這個用蒸的話真的是瘦身料理 對 如果是我的話 我一定直接上面撒起司 然後放烤箱烤 滿滿的起司 不行啦 起司對我們來講太不健康了 我有看過有師傅他們的那個做法 就是那個青椒先拿去烤一下 然後他就是把那個色味去烤掉 然後把那個皮給脫掉這樣 然後這個盤子 其實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裡面已經有一個蒸好的成品 對 給大家看一下 很漂亮 其實蒸完之後 甜椒它的那個色味會不見 然後我 其實我自己試過 不管是紅的好 還是黃的好 他們本身都會有一種 釋放出甜味 有嗎 有 真的有 寶寶們 它就是海苗寶寶最愛的食物 我跟你講 你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整個攝影棚裡面 充滿了甜椒味 但是當然 不單單只有這樣 我還調配了醬汁的部分 對 醬汁的部分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茄紅素 番茄 番茄醬裡面的茄紅素 其實是最高的 然後再搭配就是甜椒香肉 我覺得那種酸酸甜甜的口感 小朋友可能會喜歡 但是番茄醬裡面的鈉含量 是不是 其實比例有一點高對不對 對 它相對是鈉含量高 可是不得不說 它的茄紅素含量真的很高 真的 所以我的醬汁就是番茄醬 好的 然後適量的醬油 醬油其實可以看你個人 其實放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 對 不要太鹹 然後就是些微的醋 或者是 我有時候我做這種糖醋醬 我會用那種鳳梨罐頭的汁 去搭配 對 而且鳳梨也有鳳梨酵素 沒錯 然後少許的糖 這是什麼 糖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是太白粉水 但是我覺得太白粉水 就是看你個人 加一點點就好了 主要是讓它有一點濃稠度 那這樣應該就要開火了吧 其實呢 實不相瞞 我剛剛也調好了一個完成品 但就是說在家裡面 這個醬料是要在火上 其實這個醬料 你可以就是加入鍋裡面 就是稍微讓它炒過 但是呢 其實有一個更方便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用微波爐 大概微波大火大概 我覺得先用40秒 再用20秒 就讓它糊化 我覺得媽媽們可以善用微波爐 如果你不想開火的話 對 其實有時候你就是 就是無油煙料理的話 微波爐是非常方便 剛剛就是我已經用微波爐 就是已經調好了 其實它整個濃稠度 所以這個不是用炒過的 這個用微波爐 它不是 OK 但其實我覺得料理是這樣 越好吃 越好吃的東西 它的熱量 它的油量其實會越高 那 其實我覺得就是要看 如果要讓小朋友就是從小 養成一個健康的習慣的話 對 可以慢慢的讓他去吃 比較天然的 圓形的食物的東西 對 好 你現在要什麼需要什麼 我需要菜刀 菜刀在這裡啊 這個我剛剛切過 它剛才切過 真的耶 對 那我要再把它擦拭乾淨 對 然後我需要一個盤子 盤子 要不要先裝在這裡 還是給我們一個盤子 我要一個白色的盤子 來 白色的盤子 謝謝 好的 好 那其實我現在就要把它 變排盤了 這有擺盤耶 厲害 有 然後變成小花 小花的綻放的概念 所以營養師 醫生在做這一道的話 它的營養成分也是滿高的嗎 對 因為它其實多了一個玉米 其實現在的孩子 看三星產品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其實 在這個葉黃素的補充 玉米黃素的補充很重要 玉米黃素 既然叫玉米黃素 它就來自於玉米的含量 是非常高的 對我們護眼 是一個非常好的食材 了解 好的 我們就把它排排 依不同顏色 掰起來是滿漂亮的 對 我把這個弄爛了 其實啊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OK 來 好吧 我們就把它放上來 好 我們淋醬汁 OK 好 接下來我們就 把醬汁淋上去 醬汁 其實滿簡單的耶 其實很簡單 這個料理非常的快速 對 我們膠 大家聽完以後 可能以為就只有維他命C 補充一下 其實不止 它還有β胡蘿蔔素 維生素A 了解 因為它跟這個肉裡頭的油脂 一起蒸一起煮 它就可以幫助這個β胡蘿蔔素 可以更充分的被吸收 好的 依甄的這個彩椒香肉 已經完成了 廣告之後 我們三位小小美食家 馬上就要登場了 馬上回來 好的 又到了我們小小美食家的評審時間了 今天同樣請到了三位小朋友 是我們的Rachel Jasmine還有Ryan Ryan舉手 好帥 Jasmine舉手 好可愛 還有Rachel舉手 好漂亮 三位其實已經幫我們擔任評審很多 也吃了不少好吃的美食 但是今天要來挑戰一下 就是小朋友不喜歡吃的甜椒 到底小朋友吃得出來吃不出來 我們當然先做先飲 我們就先來品嘗小曼 杜詩梅的 好的 好 妳要不要來拉票一下 其實還好 小朋友你們覺得熊熊好可愛喔 對不對 這個很機車 有沒有 熊熊有沒有很可愛 這麼可愛的熊熊 妳就看到阿姨的誠意了對不對 其實它很好吃 OK 他們沒有表情 他們沒有感覺好吃的表情 但是呢現在Jasmine馬上先吃了起來 好 寶貝寶貝 其實那個 結果漢堡肉 他全吃番茄 不是 他全吃番茄 來這個這個 寶貝其實中間那個 他很乖 誰說旁邊的那個擺盤就要給他們 對啊 就給漢堡肉就好了 那個 Ryan Ryan妳吃一下這個好不好 這個 好不好 這是熊熊的耳朵 姐姐妳又去吃生菜 姐姐怎麼養生路線 她好乖 她好養生 然後呢 現在Rachel是在吃漢堡肉 對 但是Jasmine好像比較素食感對不對 她喜歡吃一些生菜 怎麼回事 還有番茄 姐姐主要是吃那個肉肉 再吃一口 好的 哇 你們剛剛有吃便當嗎 沒有 因為她爸媽都先把他們餓 餓一段時間對不對 從早就餓了 怎麼會吃得這麼優秀 但是妳知道嗎 怎麼這麼好吃耶 其實每次來吃的時候 最有食慾的就是Jasmine Jasmine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耶 那妳覺得番茄比較好吃 還是漢堡肉好吃 番茄 我跟你講小朋友都很直的 小朋友都很直的 我現在開始人害怕 好 然後現在 現在那個Ryan在吃番茄了 唉唷 妳吃到臉上 預備 幫妳弄一下 一定是很好吃的 OK喔 好吃嗎漢堡肉 好吃 好吃 但是這三個小朋友的好處 是他們每個東西都說好吃 他們很給面子 很給面子 好 那個Rachel 漢堡肉覺得好吃嗎 好吃 漢堡肉好吃 那妳再吃一口 給我們看好不好 大口一點 大口一點喔 其實小朋友對於漢堡 兩個字就是有好感 所以其實 先吃妳的 會不會有點不太公平 應該不會 妳也可以取一個 什麼漢堡香 青椒 對 OK 我今天弄要公開我的 教室了 接下來漢堡肉吃完之後 我們就要上一針的這個 對 小朋友們妳知道 這是誰最喜歡吃的東西嗎 海綿寶寶 是海綿寶寶最喜歡吃的東西 對 是海綿寶寶嗎 看一下這個是誰 派大星 所以妳們可以試試看 海綿寶寶最喜歡的食物 妳知道 妳在講說那是派大星 都是他們一臉胡一心 所以妳想說派大星是長這樣嗎 對 她只是她稍微染色了 好 那我們來吃吃看好不好 剛剛Jasmine第一口就先吃了 彩椒了 真的嗎 她吃彩椒了 Jasmine把甜椒吃掉了 對她把她們吃 心不排斥甜椒的孩子 是不是甜甜的 妳配姐姐那個叉子 她的叉子 她的叉子 沒味道 等一下 我把麥克風給妳 來…妳先吃一下這個 聽到沒味道 小曼姐姐好開心喔 對 妳知道嗎 因為那個飲食 我們要吃得清淡一點 長大才會漂亮喔 她們不知道什麼叫清淡 真的嗎 對… Jasmine妳剛剛吃到的 妳知道是什麼嗎 金椒 它是黃色 妳吃到的是黃色還紅色的 黃色 黃色的甜椒 那妳覺得好吃嗎 好吃 所以妳平常… 她把整個吃掉了 對 妳平常喜歡吃青椒嗎 沒在吃 沒在吃 那妳剛剛吃這個 覺得OK嗎 OK OK喔 破關了叮咚叮咚 好啦有一個人 賞臉那麼開心喔 那妳咧… 妳剛剛有吃這個嗎 妳吃一口 妳吃了嗎 Ry妳吃一口好不好 吃吃看 甜甜的 好 吃一口 好捧場喔 好吃嗎 好吃 太捧場了 來… Rachel覺得好吃嗎 妳剛剛吃 好吃 也好吃喔 Rachel妳還沒有吃耶 對啊 妳有吃的還沒吃 等一下Rachel妳幫我吃一口好不好 那個… 妳讓她吃一口 這個…吃一口 可以買吧 小麥姐姐幫妳弄 來 Jasmine姐姐幫妹妹弄 好棒喔 好 吃一口… OK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投票時間 那儀佩姐姐不吃嗎 儀佩姐姐等一下再吃現在沒時間了 好 然後給妳一個 然後妳們一個人拿一個 要來投票囉 好 看妳們現在要投熊熊 還是投熊熊呢 還是投海綿爸爸 都先把這個移開 都先把這個移開 好 我們數一二三一起投票好不好 好 一二三一起放喔 你們喜歡哪一個 就放在哪一個上面喔 好 一個是這個熊熊 一個是那個 派大星 派大星 對 放在旁邊 喜歡他就放在旁邊 好囉 準備好了嗎 好囉 投票時間 一二三 請投票 妳不知道要投哪一個 再一次 一二三 請投票 YES YES 其實我覺得是不相上下 因為最後關鍵的一票是在Jasmine 但Jasmine說她兩個都喜歡 其實我們還滿開心的 他們就是真的有吃到 所以我們今天做甜椒料理 是完全大成功耶 因為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愛吃 爸媽們 好